好,各位球友大家好,那这盘棋是孤子豪对战深圳旭在5月22号的一场往棋赛,孤子豪直黑,深圳旭直白,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呢,孤子豪是错小木加上大跳,深圳旭小飞挂之后超大飞,这个都是比较正常的进行 黑棋点33,然后白棋往这儿一蓝逼,黑棋也是反逼一手 那这个局部肯定是白棋要靠在脚里面的,黑棋外搬,白棋反搬,都是常规的变化 那接下来呢,黑棋有两种走法,一种像实战一样,选择断打,这个我们见的比较多一点 还有一种呢,就是二路的倒虎,走到这儿之后,白棋站上,黑棋顺势跳下去阻断 白棋从这儿搬出,打吃完之后一沾,黑棋上方三个子出头 然后白棋有一个靠的描手,这个靠可以起到一个阻断的作用 黑棋如果搬,白棋反搬,黑棋打吃,白棋这儿一反打之后再一沾 黑棋局部四个子时死棋,所以说这样下黑棋肯定不行 当白棋靠的时候呢,黑棋虎在脚上,跟白棋形成一波转换 这个转换双方总的来说,也都是各有收获 那么实战并没有这么下,实战是断打完之后 白棋拐,黑棋沾,白棋再拐,这也是一个常规的定型 下一手棋,黑棋选择长出 一般我们见的比较多的是黑棋单沾的走法 这样黑棋比较厚实,没有任何的毛病 然后再往脚上补一手棋 当然了,以后外面这个白棋的地方还是有些薄的 比如说有这个跨端,包括我从这夹一手 这个白棋迟早就得补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走法 实在呢,顾子豪是往这尝了一个,被白棋断一下 这个棋,黑棋的气立马就变得很紧了 你首先吃不下去,上方两个子也要死 只有像实战一样打在脚上 白棋一立,这个棋也是一个绝对的先手 黑棋暂时还不能跑外面两颗子 不然的话,被白棋往脚上一立啊 这个局部的对杀,黑棋也是不行的 所以说黑棋只有单提,白棋往这一飞 这个棋,黑棋两颗子现在肯定是不好跑了 只能说给白棋制造了一些味道在这儿 但是跟刚才比起来啊,总感觉这个白棋的棋型更加的饱满一些 黑棋的胜率稍微下降了一点 好,这个时候黑棋往下挂脚 白棋继续南臂 那在底下的这个局部呢,很有意思 双方在左下和右下两个脚啊,各自拖签 如果比较平稳的走法呢 黑棋拆盖啊,顺势夹击白棋 白棋跳一步,黑棋出头 是吧 把右下脚处理好之后,白棋回到左边 鉴定完之后再跳啊 这个是双方比较缓和的走法 那么实在呢,黑棋也是先不管右下了 直接选择双飞音 走了一个常规定型 黑棋拆二 白棋跳出 这个白棋走的也是腾腾正正 下一手棋,黑棋回到左边去虎了一手 这个意图已经是非常的明显了 这部虎先手不断 就是想为以后的这个冲啊,做准备 白棋只要敢挡,我直接咔嚓一段 对吧,白棋如果仅仅是活在脚上的话呢 这个棋还是有些委屈的 因为你外面这些紫实在太薄 当然了,白棋其实也有这种靠压的手段 这个暂时不怕黑棋 黑棋如果挖 那我就直接把他这个底下给拍死 好,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白棋是回到右下去小飞收根 那棋友们要注意这个棋型啊 黑棋就不要去尖顶 因为尖顶完之后 你这个棋型是非常的难看 而且一手棋补不好啊 你就算现在顶一手 白棋以后往里面 一爬,二路 拌完之后一打 这个以后白棋站上 这个黑棋的眼位都成问题 局部不活 所以说呢 领域把白棋外面撞得厚一点 黑棋选择靠压制完之后 再护下了 白棋一拍 黑棋一沾 白棋一沾 黑棋再一顶 那么这个局部就算是火棋了 当然付出的代价就是白棋外面 连成一片啊 增加了不少的潜力 下一手棋 白棋小肩 也是补掉以后会潜在的这个段的威胁 连回 黑棋下方一肩 这个肩一方面帮助自己扩大根距地 一方面呢 是搜白棋脚上的根 实在 深圳序是往脚上 右下脚 先手长了一个之后 往这点了一个 这手点 很明显啊 黑棋如果说你仅仅是爬回家 或者说在二路小肩 不断的话 那么白棋往这个上方一压 这个白棋特别舒服 把所有的毛病全部补掉 并且呢 这个中央的潜力也出来了 所以说黑棋一定要冲 这个立方千万不能让白棋如愿 挡住之后一段 白棋二路飞下 这个棋也是双方互相切断 并且呢 黑棋的这个棋型啊 也是有些小问题的 不能选择虎在这儿啊 这个是非常想走的一个出头 但是被白棋往这儿一打一段 这个很明显不行 被白棋全部吃通了 团住啊 这个时候鱼型就是一个好手 这个白棋哪里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实在白棋往这儿一挡 那么黑棋也是非常的强硬啊 这个时候如果说黑棋就算了啊 就往外去小肩出头 那么双方各自安定 白棋由于有一个二路挤的存在啊 所以说可以放心大胆的在脚上作严 点完之后黑棋还得团一个组度 白棋二路一爬 再一搬 这个活棋 黑棋飞 白棋再一贴 等于说白棋脚上也活了 底下也围住了 是吧 黑棋中央其实还欠了一手棋 没有补 这样下的话 白棋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所以说实战 固扫突然发力 回到这个一路去立 组度 这个棋呢 因为双方的这个气比较紧啊 所以说白棋确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比方说 你直接往这儿一挤一肩 想把黑棋封进去 但是黑棋很明显脚上 搬完之后 直接铺完一个滚包 就把白棋一气收了 这个白棋肯定不行 如果说白棋 不挤这一下 直接小肩封锁呢 那么黑棋由于气松出来的原因啊 他可以先冲断 给你白棋外面制造一些保卫 再往底下一横冲 对吧 你这个时候白棋 你也只有往这儿再挤的时候 黑棋就不会再粘了 再粘被白棋往这儿一冲啊 黑棋少一气 黑棋呢 马上把这个粘起来 跟你进行一波转换 搬完 这一打先手 白棋一吃 黑棋把外面一尝 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啊 这个白棋底下 虽然吃了三颗子 但是仍然是一个 没有活的状态 而且你外面五颗子 还得再补齐 黑棋顺势一补 把你这两个小肩吃住 白棋呢外面如果说还要继续封锁 那底下随时留了一个打结活 以后往这儿一打一点 白棋吃 黑棋一路做结 这个结明显对于白棋来说是非常非常重的 所以说 不管怎么下 白棋似乎都不太好去处理 所以说顾子豪的这个一路力啊 绝对是一个好手 通过计算出来一个局面的妙招 白棋下手棋就干脆贴啊 把这三个子气延长 那么黑棋很高兴的从这儿一穿回来 白棋 往这儿一费压 现在深圳序的思路呢 就是这个脚上可以气 但是他要把外侧的这个潜力啊 给他围出来 实际上现在顾子豪就简单的把脚吃住 黑棋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局面了 因为啊 这个白棋你看底下根本就没有风口 对吧 以后黑棋 不管是这种贴柱 最简单的贴柱也好 还是往这儿去飞出也好 都可以有这个出头的余地 白棋想为中间啊 非常困难 但实在呢 黑棋也是不肯收手啊 先回到上方去点了一下 这个棋主要是为了引针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 黑棋就瞄着这个搬出 白棋如果现在打的话 虽然目前针子不利啊 但黑棋马上往这儿一小间 那你白棋上方这个子 得补齐 黑棋就可以跑了 这样的话 白棋肯定是支离破碎 所以说实战 先进去选择往这儿跳了一手 那你黑棋现在 我们要注意到 左边这个头也不能被白棋给拐下来 不然的话 黑棋以后要面临一个收气吃的问题 这个拐本身的价值很大 拐到之后 你落一个后手 再被白棋往上一飞锋啊 那这个左边的口子就全部被封住了 所以说黑棋先到二路去小飞了一下 白棋脚上挡住 这个挡呢 下一手棋就可以活 黑棋要注意 这个棋一定不能扳 扳的话 你沾上白棋一力近活 是吧 你要通过这个打结 那就肯定是失败了 黑棋是猴一个去杀 白棋如果挡住的话呢 很明显以后 就最简单的 这个扳完之后一点 死棋 如果白棋 虎在这个二二上面呢 黑棋往这个一路拖完之后 一扑 一点 也是死棋 所以说白棋局部死棋 但是外侧啊 给了白棋不少的借用 你看白棋往这一冲 首先黑棋就不能直接断 再断的话 白棋往这一挤 一扳 他脚上三口气 你只有两口 黑棋 无论怎么打持 这个棋啊 都已经 是被白棋一气收了 所以说 在这种地方 顾子豪也是施展了一个手筋 先挖这一下 这个棋 白棋别无选择 你总不能从这打吧 从这打 黑棋马上就来一个滚包 那这样的话 黑棋就可以直接断上去了 这个还是不能断 断的话 这边被白棋收 那我至少 这个地方都可以夹出去 对吧 我大不了底下两个子气掉 然后我把你脚上吞掉 这样的话 白棋中央的这个潜力 也就没有了 这样下白棋仍然不行 那么白棋只能从这儿吃 从这儿吃 然后黑棋往这儿一段 对吧 首先你白棋底下不能挤 挤的话呢 就像实战一样 那也没办法 你只能下成这样 白棋刚好两边不入气 被黑棋往这儿一倒 如果说白棋要是直接单封的话呢 黑棋往底下一倒 这个白棋 那你就挤不到这一下了 黑棋直接吃 白棋同样不行 所以说 顾曹这一招实在是妙 让白棋的这个 直接挤完之后 不成立了 黑棋往这儿一段 你看白棋刚好不入气 对吧 他只有往这儿一尝 黑棋直接 下去拐吃 白棋再一尝 这样的话 等于说 这个顾曹 还是顺利的 把这个大脚给他吃住了 这个棋 黑棋肯定是便宜不少 而且你看观察到 现在全盘 黑棋等于说是 四个脚在手 对吧 并且白棋中央的这个潜力 你说他比较大 但是他两旁边 也都是开着口的 所以说这个棋 总感觉黑棋不错 但是很有趣 我们看了一眼 AI的胜率 这个时候 黑棋的胜率 居然只有十几点 看来这个人类 跟AI的判断 还是多多少少 有些出入的 相信大部分棋有 这个时候让你选择 还会选择黑棋 觉得黑棋 比较好下一点 好 那这局棋呢 总的来说 还是非常的漫长 我们稍后给大家 带来中盘的解说 好 各位棋友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 顾曹对战深圳序 在5月22号的 王棋赛 那现在的局面呢 就是黑棋 虽然说掏了四个脚 左下角还把白棋 给吃串掉了 但是白棋中央的 这个潜力 还是很恐怖的 所以说这个局势 仍然非常的复杂 实战 顾曹 先往中间一沾 白棋贴 黑棋跳 他是想把这个旁边 两个子吃掉之后 把白棋的这个空 先削减掉一点 那这个棋型呢 我们的第一杆 是想靠上去 然后再一搬 对吧 都是先手 再一沾 总感觉这样是 把这个空啊 撑到最大 但是白棋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在中央的这个班 很难防得住 你如果断的话 黑棋长 首先这个是一个先手 那白棋 假如说你敢在上方封锁的话 黑棋底下先手一长 再一贴 白棋中央全死 那你得补一手 那你得补一手 黑棋就往中央随便大跳一下 这个棋你想杀他非常困难 并且你旁边四个子啊 还要考虑自己的这个联络问题 并且呢 除此之外 有的棋友可能会说 那我反班 反班的话 黑棋继续要给你施压 再班 你断 他沾 底下白棋仍然得补齐 那黑棋这个时候 可以走得清零一些 往上方掉一个 你要是吃中间呢 他这个棋先手 直接在底下扎根 你如果吃上面呢 黑棋往这一长 跟刚才的那个图差不多 白棋非常难以去杀棋 所以说 深圳续啊 宁愿是围的少一点 也要把这围的比较牢 实战 跳完之后再一尝 当然这个棋的杀伤力 也是很大的 接下来 黑棋如果左边不管的话 白棋随时留有这一步冲 黑棋搬不住了 再搬的话 被白棋挖持一下 一断打 这个直接是一个接不柜 所以说 这边白棋走的 也是非常的精妙 下一首棋 顾曹也是管不了这么多 先往上方打入 白棋的这个空啊 实在是太过于巨大 深圳续 旁边一小间 黑棋下立 这个定型 倒是跟我们平常见到的 布局阶段啊 有些不一样 平常见的比较多的 黑棋把这个二路挺投 但是在这个局面下啊 黑棋挺投的意义不大 你左边的空 根本就没有什么 可以围的 上边被白棋先手搬战之后啊 黑棋为了防止 这个二路搬下 还得再挤一手 那白棋多了一个 二路的硬腿 对于 特别是搬在了里面 再沾上啊 对于黑棋旁边 这颗子的杀伤力 也是很大的 而且这个木树 本身就是便宜的 所以说黑棋呢 先下力 你白棋如果要是跟我建核 把这个二路的子打拔掉 那我黑棋就从下方爬过 这样的话 白棋吃左边一点意义都没有 对吧 涨不了多少空 黑棋上方全部破干净 白棋肯定交换不便宜 实在白棋挡住 黑棋再一场 所以说你看这简单的几手棋啊 其实要考虑的东西 是非常之多的 每一手都在勾心斗角 下一手棋 白棋仍然是阵头 黑棋往这一拆 只要在底下做活 黑棋就可以满意 白棋呢 跟着顶了一手 这个棋 如果白棋先选择封锁的话 黑棋这儿先手一尖 二路一拖 想活棋 非常容易 因为你白棋已经搬不下去了 搬的话一断 下方有打持 旁边这两个子要出洞 这个白棋也是来不及去救 白棋是顶了一个 补棋 黑棋靠出 再往这一尝 想要在上边搭眼 白棋二路搬 这也是必然的走法 黑棋一尝 白棋一顶 下手棋 黑棋拐住 那么接下来 深圳旭啊 他并没有选择在二路连接 这个是杀棋必须要救的这颗子 为什么没有连呢 主要是被黑棋挡住这一下 首先中央的边形这儿 黑棋是有一只眼的 你破不掉 其次呢 如果你要是强行破底下的眼 你二路夹 我们先不考虑这个局部打结的问题 就算黑棋往前一长 你二路爬回 黑棋往这一段 不仅是你中央受损 而且整个白棋的左上角都没有活 这样的话 这个冒的风险就太大了 所以说实在呢 白棋是冲了一个 这个一方面破眼 一方面让自己的气稍微长出一口 那就安全许多 黑棋拐出 白棋旁边跟着拐 这个棋可能有的就觉得 这个白棋为什么不长一个 这样联络不是很完整吗 主要你这样走的话呢 黑棋就原地二路打拔 中央啊 白棋迟早还得花手棋去补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 所以说他走的是单拐 那么黑棋呢 仍然是二路打拔 白棋再往这一搬啊 就比刚才那个图 包扎的更加严实一点 刚才的那个图一手棋还补不好 这样一般的话 黑棋假如说要从这儿强行的通过断打之后再打进去 白棋直接抄你的后路 从这个地方拦腰一冲 那黑棋挡住我再一段 下边的提和上边的站 黑棋首尾不能兼顾 所以说这个已经把这个空给他 缺口给他围住了 那么接下来 黑棋也是不能继续跟着硬了 赶快回到右边去跳一手 这个棋理所应当的 不然的话被白棋往这一震啊 这个肚皮围起来 这个基本上黑棋的空就不够了 就是黑棋跳 只此一手 白棋一路一立 毕竟这个上方的死活 现在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胶带 黑棋先一沾 这个沾把这个断点连上之后 白棋肯定要把这个口子给他封住 顶一个 黑棋二路小间 白棋破这只眼 黑棋往这儿一沾 先手白棋继续破眼 下手棋 黑棋再一沾 这个沾呢 一方面扩大眼位 一方面也是要求白棋补齐 因为外面有一个断打之后再一吃 这个直接把白棋蒸死 白棋实战 沾上 黑棋一路小间 这个也是局部已经活掉了 为什么呢 如果说白棋跟着党的话 黑棋往这儿一路一虎就活了 你要是提掉旁边这只眼 这个并不是个打劫 黑棋往这儿一团 刚好可以活棋 局部一个闪电似的形状 所以说 虽然说这个黑棋活了 但是总感觉活得非常的勉强 外侧被白棋铜墙铁壁 全部包扎住 并且白棋一路 以后这个一路的党是先手的话 对于脚上的这个关子 黑棋也是比较 损的 所以说在这一系列的作战当中 白棋又把局面 牢牢的扳回来了 下手棋呢 深圳旭也是利用中央的这个后卫 直接选择贴出来 黑棋我们刚才讲的 不能走这儿 被白棋往这儿一断打 贴不归 黑棋也是只有选择弃子 走完之后 白棋一吃 接下来 黑棋继续往中央去小街 那么这个局势呢 还是白棋好下 因为中央这个 基本上几个口子全部封住 就差最后一个口子 白棋只要往这儿一震 这个全部变成实地 但是深圳旭想在这个最后封口之前呢 先便宜一下 他往这个旁边去跳了一手 为什么要走这手啊 因为你不走的话 黑棋往这儿一跳 马上就要瞄着这儿的一个冲出 对吧 这一步棋相当于双方的一个双先的地方 是非常大的 白棋往这儿一跳 假如说黑棋跟着硬 那我再往这儿一围 这个棋啊 基本上白棋就稳了 但是顾曹显然也是判断 这样下肯定不够 所以说依然决然地 跳到这个大空里面 这个也是做最后的决战 白棋上方一挡 先把这个便宜掉 然后直接往边上一跳 这个棋 黑棋是非常的困难 首先呢 这个二路的拖啊 我们都知道 现在还回不去 白棋不是这种简单的搬完 让你从上方直接翻打连回啊 因为他的这个虎是个先手 对吧 黑棋你站上 白棋再往下搬 你是完全回不了家的 所以说这盘棋下到这儿 就变成了最终的屠龙之战 黑棋只要能在这个大空里面活棋 这盘棋就能拿下了 当然 现在的面临的这个风险也是非常之大 好 我们下节视频 给大家继续带来最终的屠龙战 看看顾曹能不能活龙成功 棋友们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稍后再见 拜拜 好 各位棋友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深圳区 对战顾子豪 在5月22号的这场最终之战 那现在顾曹也是要一门心思 把中央的黑棋大龙给做活 我们来看看他的走法 先去中央摆了一个猴子脸 这个也是在做活大龙过程当中啊 经常会用到的一些形状 他是有利于去做眼卫的 白棋往右下方一喉 这个呢 也是为了屠龙做准备 看黑棋怎么硬 右下角的这个地方啊 黑棋如果挡住的话 就相当于一个有外气的金贵角的形状 我们来看一下局部的死活 黑棋挡白棋一点 黑棋往这一顶 白棋再一横顶破眼 黑棋下立 这个时候呢 白棋从一路搬缩小眼卫 黑棋搬住 如果不考虑外界的这个情况下啊 白棋只要往这个一路挡下去 局部呢 就会形成一个打结活 黑棋扑 然后白棋提结 然后一定要注意黑棋不能沾啊 沾的话白棋一沾 这就成了一个刀霸舞 但是在这个局面下啊 白棋走这儿没用 因为黑棋有一个一路硬腿之后 可以在二路搬下来 白棋一断 黑棋从一路搬 直接把这两个子一吃 黑棋进活 但是降下黑棋仍然不行 活是能活 就是白棋以后 你看把这两个子一连回 你一搬 白棋外面的这个一路沾也是先手 就等于说白棋可以先手把这儿全部给封锁住 并且多了一个一路硬腿对于黑棋以后可能产生的 比方说像这儿以后右边的一些眼位啊 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所以说这个棋实战 顾子豪是选择让了一步 退让了一步 往这个底下去补了一手棋 白棋呢 往上一并 黑棋一连 那么交换完这个之后 白棋先手破眼 一定要把底下的这个二路小间给他走掉 因为走到这儿之后 如果你不走的话 被黑棋往二路一拖啊 这个棋就可以回家了 不管你是从上面搬下面搬 黑棋往这儿一段 一打持 一翻打 直接连回 所以说白棋并完之后 选择二路小间破眼 这个都是必然的进行 下一手棋呢 顾子豪继续 再摆一个猴子脸 反正在里面这个空间也不是非常的宽广啊 就一定要去搭这种眼位的形状 甚至续暖 杀棋方法也是非常的有必然性 直接往这儿一千次 就把你的眼位缩小 黑棋二路挡下来 白棋再一跳 那右边这条边 黑棋是彻底做不出来眼 走到现在一只眼看不到 上方再一靠 想要追求白棋旁边的这个保卫 这个棋 其实我们要注意啊 在计算清楚 计算准确的这个情况下 一定要像实战一样 竖着战 如果你横着战的话 被黑棋往这儿一尖 马上就有一个挖断 你还得再补 那这样等于说浪费了一手棋 再被黑棋往旁边一补啊 这个很多个猴子脸的形状出来 这个棋杀起来就比较困难 就是说白棋一定要竖着战 稍后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个右上角到底有没有棋 黑棋呢 先往这儿继续挑一下 搭个眼 但是这个眼位啊 是并不完整的 首先呢 像实战一样 深圳旭可以往这个中央去靠进去 其次呢 以后白棋往这儿一搬啊 这个棋 黑棋也是眼位要受损 所以说 黑棋还是不太好做活 实战 深圳旭非常的强劲 走到了AI的一选 就是这手铐 因为现在黑棋毫无办法 你像实战一样挡住白棋往这儿一冲 旁边下方都可以连回 左右风圆 可以说是 那这个时候 AI还给黑棋设计了一个 右上角挖的手段 我们来看这儿能不能出棋 一挖一段 白棋提 然后呢 黑棋是挤在这儿 其实我们要注意 如果你要挤这个被白棋一栓的话 这个白棋气全部尝出去了 挤在这儿 白棋首先他肯定只能打 不可能站在这儿 站在这儿被黑棋往这个一路渡 直接回家了 他只有吃 黑棋再往这个一路去立 就做成一个类似于大头鬼的形状 然后呢 白棋贴下去 黑棋再吃 这个都是必然的手段 再往这儿一扑 白棋提 黑棋再一打 白棋撑 黑棋上方直接冲断 白棋再一站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啊 黑棋还是慢了一气 局部呢 出不了棋 像这种一路立的这种先手啊 也不能帮助自己作演 所以说这个右上方还是没棋 只能说啊 以后比如说黑棋想作演的时候 往这儿顶一顶 是吧 白棋得补一个 这样的话 黑棋中央隐隐约约 有一些先手的眼位 好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 顾曹把这儿挡住 白棋一冲 黑棋一站 白棋再一站 那么接下来这个走了一圈 黑棋还是见不到眼啊 这个就是非常头疼的问题 而且这个中央还有一段啊 不过这个段倒是小意思了 这个段三个子掉了也无所谓 只要活大龙就行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 黑棋如果先搭中间的眼会怎么样啊 比如说利用这个挖 挖完之后一段 几个先手 是吧 旁边马上一打吃 有一个结在这 那么白棋 补一个 这个团是气最长的补法 黑棋呢 中央搭出来一些眼位 再往中间跳一跳 但还是不行 这个棋啊 你像这种 跳都不是 不是先手啊 白棋不可能跟着你沾的 他会马上刺过来 因为白棋周围实在是太厚了 你断上去 白棋往这儿一贴一沾 是吧 你拐 这个两个子他只要跳出去就行了 你挖沾 他也沾 你再挡住 他 你再冲 他还可以直接把你挡住 这个棋 黑棋走一圈也没用 所以说啊 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难 黑棋往这儿去飞了一个 这个是一方面不断 一方面想在中间 再搭一些眼位出来 深圳序呢 也是比较直接 果断 就直接一冲 一次 再一搭上去 这几手棋可以说 这个冲和刺都比较普通 但是这一手搭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手 它在屠龙的时候非常有用 可能我们平时在下棋的过程当中 碰到这种形状 都喜欢把自己的这个棋 联络的比较完整一些 比方说走一个小间 是吧 它也能起到缩小眼位的作用 但是像这种棋呢 以后破眼就不是特别的有利 比方讲黑棋以后往这儿一顶 你在底下破眼 黑棋可能这样挤一挤 再往这儿猴一个 一只眼就出来 所以说这种地方 你自己厚的情况下 一定要贴着黑棋走 不给你任何生存的空间 搭上去非常的强 黑棋也是没办法 只有虎 白棋再往这儿夹 你看这个甲也是非常的紧凑 是吧 没有给黑棋任何机会 你要是扳的话 它就长 这个眼位又出来了 直接夹上去 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来看看AI 这个时候有什么好的推荐 感觉也是要放弃抵抗了 因为AI很多手都 一直在强调这手挖 但是我们刚才看了 也是没有棋的 所以说现在连AI都看不出来 有什么做活的方法 这个棋基本上已经没救了 黑棋往回一连 深圳旭还是非常稳的 把这个边上给补住 虽然说没棋 但是把这个棋一双啊 这个气一尝出来 那黑棋中央这个地方 就变成一只后手眼了 他以后想作眼 也就要并在这 对吧 后手眼不足为惧 白棋随时抢完先手 还可以把这只眼给他扳掉 所以说这手并呢 一方面体现出这个深圳旭 现在也是胆大心细 另外一方面啊 这个确实让黑棋 也是没有办法去继续做活 黑棋接下来往下靠 中间一夹 这个都是最后的挣扎了 白棋只要偿回家就行 黑棋再一夹 但是像这种虚夹啊 完全抓不住白棋 这个子还可以往外冲 黑棋再往左边一冲 这个时候深圳旭 也是非常稳当的 先把这个底下的老虎口 自沾一下 这个呢是绝对的先手 因为底下的黑棋还得再补棋 我们不要忘了 底下这个也不能死 木树太大 然后白棋再去掐眼 当然这个棋 如果你不走这一步也行 你单退一个 黑棋底下先手一长 长完之后 他还得在底下去补棋 白棋把中央这颗子一病 这个里面是没有任何眼位的 黑棋冲我就沾 他挤住我就沾 他沾我再挤 把这个眼给挤掉 这个旁边我们来看一下 黑棋冲我就连嘛 对吧 他像这种跳刺 也是没有棋的 白棋冲 黑棋的这个气是不够的 他来一个反冲 白棋只要二路夹就行了 这个棋没有任何 可以出棋的地方 那么实战深圳旭 是先沾了一下老虎口 再往里面去挤眼 黑棋中央一沾 白棋上方再一点 那这个棋 黑棋也是 没办法 最后再走走看 先沾一下 这个棋呢 深圳旭也是非常的稳 不给你旁边像这种打完之后 以后可能还会有这种穿的机会 直接把他给连回 上方两个子你随时提 反正是一只后手眼 对吧 没关系 你下一只眼还不知道在哪 黑棋旁边 再来一个跳刺 白棋冲 黑棋反冲 这个我们刚才都摆过 当顾子豪往这个中央再冲的时候 深圳旭把这个断点稳稳的一沾 顾曹就认输了 如果继续摆下去呢 最后也就是 只能是这么下 就是黑棋尖一下 尖先手 然后白棋 站上 黑棋把这两个子 后手一拔 一只大眼 白棋搬进去 这个就体现出刚才白棋霜的这个好处 黑棋呢 如果断 白棋一吃 你断哪位一提 这个看的也是非常清楚 一只眼 只有一只眼 所以说这一盘棋 可以说也是相当的精彩 从开局 顾子豪掏了四个大脚 把这个白棋左下脚吃穿之后 都以为黑棋优势 但是呢 白棋中央的这个潜力是非常的恐怖的 结果顾子豪先回到上方破空 也是勉强苦活之后 这个白棋越来越厚 导致黑棋判断自己的形势不利 当白棋在右边想通过一手 先手跳 让黑棋回去补棋的时候 顾子豪毅然决然的选择 跳进大空里面 结果被白棋拦腰切断 在这个白棋的后世堆里面 想要做活 确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最终也是被屠龙 好 那这盘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希望请我们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